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金哥 这是我们爱之县 一公寺木征川村散步的第三期 我来这里是打假来了 感兴趣的 想知道原因的 可以看前两期 我们今天还是想到哪就聊到哪里 我准备把这个村子绕一半 带大家看一看 因为有留言说 他生活的这个村子就是这个 天间路边都是垃圾 脏的到处都是垃圾 我猜他骗我 他可能根本没有来过日本 所以我今天就来验证一下 这是小河 不知道哪里流出来的 今天聊点什么呢 聊点大家都很感兴趣的 房子的问题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 在日本买房买得起 交税交不起 所以说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如果听过这句话的 请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我是听过 但是我一直没有仔细的思考 然后我也简单的查了一些资料 今天就会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日本买房啊 准备 主要分 主要分 三个税金 第一个叫 印紫税 第二个叫登陆免许税 第三个呢 是不动产税 这个 印紫税呀 非常低 可以忽略不计哈 登陆免许税和不动产税 买房的时候是一次交的哈 算法非常的麻烦 然后还有很多的减免 所以说 给大家提出一个例子来 大家可能更好的理解 就是 我现在生活的地方 在滋鹤县跟京都的交界带 一个郊区的农村 从我家开车到京都市里呢 差不多30分钟 这么一个地方 房子呢 差不多是114平到120平米左右 外面有两个车库 是这么一个房子 然后 日本买房子啊 买好买完都是 里面都是装修好的 没有清水房哈 但是空调家具都需要自己买 壁纸啊 简单的地板啊 都是有的哈 所以说 这么个房子 在日本绝大部分的农村 都是这个价格 可能有贵一点的 有更便宜一点的 我只是举个例子哈 大家猜这个房子 所有的都买完了 赚着各种税 多少钱 差不多 是日元2900万 不是我买的哈 2900万核子人民币大概是 180万人民币左右吧 永久的哈 然后 大家可以以这个例子为参考 每个地方 那个比率啊 比例 税率 微微差别 但是都不大 因为有很多的减免 刚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 在日本买房容易 交税难 所以说大部分 都是认为买房是容易的 交税难 所以说咱们今天主要来 论断这个交税难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会把事物数据说出来 然后大家去思考 刚才我把买房第一笔钱 花多少 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聊 每年需要交多少税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买完房子之后 每年 必须交的税金有两种 一种 就是固定资产税 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还有一个都市计划税 我的情况呢 这两个税金 加一起 每年差不多是10万日元 结合我刚才的房子哈 房子是新房子 10万日元左右 合着人民币6000元左右 就是每年必须交的税哈 这个固定资产税呀 会随着你 房子的年纪 还有面力大小 决定 房子越老 这个数值越便宜 房子越大 这个数字越贵 日本平均的 是一年12万日元 一年12万日元就差不多 合着人民币7000元左右 然后你买房子呢 刚才我说了一次性的税金 会有很多的减免 然后我也说了我的例子 就是日本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哈 然后日本贷款呢 也是非常的低 在日本呢 很多年轻人 不会一次性的买房付款 一般都是贷款 三四五年或者五四年 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在日本买房容易 交税难 是不是真的呢 我说完了这么多数据之后 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答案了吧 也就是买完房之后一年差不多 交税 10万日元左右 人民币6000左右 10万日元是什么水平呢 刚录职的年轻人呢 差不多一个月工资18万到20万日元左右 也就是一个月工资的一半 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税高不高呢 可以在弹幕里或者留言里面告诉我 我之前一直听说 在日本买房容易 交税难 我没有认真思考过 然后我最近就查了一些资料 结合自己自身的情况 来做一个分享 就是田地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日本的乡下 爱知县 一公市 木征川 属于城郊的农村了 上面前面是高树红路啊 大家看着视频里大家觉得多少度啊 感觉热不热 29度啊 非常的晒 我录这期视频是9月末 我马上10月啊 我马上10月的农村了 我马上10月的农村了 我马上11月 有什么问题或者不知道是真假的 也可以留言 因为我做自媒体最开始我想是赚钱的 后来我发现做自媒体不赚钱 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是打击传播真实的消息 打击假消息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那个粉丝留言说应该不是粉丝 说他生活的这个村就是这个村 田间路里都是垃圾 张的到处都是垃圾 说明古屋市里面也张 明古屋市中心的散步我之前也更新了 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稻田里面看不见的地方 不认真看的地方 确实有一些矿泉水瓶子什么的 我要认真找是有的 我正常散步是看不到的 但是还是给大家分享出来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主要聊了在日本买房子买得起 税金交不起这个句话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希望大家多多的评论 关注点赞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